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成交收縮,沽額漸減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請大家看看恆生指數片 全日,恆子跌了154點 收報24,377點 成交有1352億元,1352億元 今天的成交收縮了很多 上星期五,成交高達1778億元 當日跌了1.6% 今天跌0.6% 跌幅小了,成交又縮了 沽額開始有少少減弱 但不要掉以輕心 不是立即扭轉這個弱勢 但看到,沽到下來 去到大概2萬4千邊 或者是上升軌附近 似乎不是很大力沽下去 淡有都不是出盡力去沽的 現在2萬4千,是很大量增持的格格 如果嚴格來說 大概就是上升軌附近 看到,剛剛這條上升軌附近 2萬4千1,上個星期五見過 今天最低,其實沒有跌穿上個星期五低位 今天最低是24、277點 相對的低位就高了一些 以及是十字星 沒錯,你用收市價來看 或者開市價也好 今天用收市價來看 其實是整個7月以來 即是最低的 去到現在8月 即是一個多月以來 最低的是收市的位置 如果你用收市位來看,都是弱的 所以我剛才說 不是說立即就好了 但是你見到它的沽壓就沒有那麼大 如果真的想對外 上個星期連對了 星期四、星期五兩天 其實去到星期五 因為騰訊 等一下我們再說 因為騰訊的原因 大成交沽下來 沽下來之後 今天踩多腳下去 踩穿了一條上升軌 踩穿24,100 踩到24,000 甚至穿24,000 就應該是一個很合理的 但是其實不是的 你看到 大顆低位很小的粒十字式 通常這些就是代變 即是很淡真詞 大家在觀望 去到重要的位置 淡人的決心不大 好友在這裡放著 但是又不是說有什麼利好消息 就支撐住 所以現在都是真詞架高 如果現在這樣看 如果你是極短線 或者短線的投資者 投機者也好 什麼都好 最重要就是看著上升軌 或者24,100 或者你再移一小小就是24,100 那跌穿 這樣就沒有 這樣都要走的 如果你是短線 先避其風 跌穿上升軌 也好 24,100 也好 24,100 也好 你自己採哪個都行 那你說 我是按照來看的 就24,100 那條上升軌 因為24,100 跌穿 收在旗下 所以不要說跌穿即走 收市位 再說 收市位收在旗下 這樣就不要 短線先走了 中線的 再退一格 就是這個 去到6月15日低位 23,685點 23,685點 你代他23,685點 收在旗下 又是走 這個為什麼是中線 這個都差不多2個月之前 中線 再退 行不行 都行 不是說不行 那你便看得久一點 信心大 你可以等低一點 否則的話 都足夠的了 這個2個月前 因為這個6月15日 今天都6月8月10日 差不多2個月了 如果你跌穿2個月之前的低位 即是中線都是轉弱 所以中線就看23,600區 如果跌穿 收在旗下 中線都要走 好了 講了這個指示 又看好的方面如何呢 就是現在 好淡真詞 沽壓減了下來之後 會不會守得到呢 通常呢 其實呢 最難搞這些 就是通常假跌破一點點 躺下去 穿過給你看 甚至乎收在旗下 之後再咬上去 是嗎 那是呀 你真的要預算了 最近可能出現這些假動作都未定 因為其實去到玩到這裡 一個多月滑下來 又滑回到整個3月上來的中間位 現在這個24邊 是吧 那時候呢 最低位 21,390 21,139 上高最高呢 就26,782 那你中間大概是24區 是吧 現在下回到中間 你看圖片都看得到 那咬了半年 去到這些 可好可淡 如果8月真的要淡一點 那你就滑下去2,3,5 2,3,6那些位 好一點的話 那現在就上回去25,5那些 那些都是這個 現在24,3那樣 這些在波動區上落 整體來看 看這個上移回整條線 當然了 等待再看美股和A股 你就知道為什麼整個區域會上移回 因為他們全部抽到上去 港股 你沒有理由 就得到 即是說 不跟 現在我們都不跟的了 跟得很少 但是你怎樣都要上移回少許 例如你看看上證指數 一路衝上來 它的波動區 原本在2,800 這些現在去到3,200到3,400 是吧 今天都沒有什麼事 升0.75% 那不要說它會升穿著 現在都在高位橫行區 是吧 高位整固 雖然這個勢都好像上升地 當然了 上證指數有些上升地 深淨成分股和深淨創業板那些有少許 回回少許 所以我就說 這個在短期高位增持 震盪 但都不是弱 如果你看完美股 標普500指數 一路都衝上去 他們那些藍醜 那500就是藍醜 道指也都是類似是這樣 那納指根本就破頂 雖然連升幾日之後有少許回吐 但基本上都還是向好 一路這些美股 A股在衝上去 那美國因為放水 大家希望它在等它什麼 就是通過一個新的刺激方案 那內地雖然下半年就不會大放水 但是又不是說會大收水 那譬如今日這樣說 人民銀行都進行100億元 七天期益回購 是連續第二天的 上星期五有做 今日也有做 所以今天淨投放了100億元 起碼市場都下降 好了 中美都下降 那你港股 其實叫做 整個七月不上 又說疫症 又說中美 香港有很多東西的 所以就受到影響 已經下降了 但是你跌到這樣24000 23500 這些區 其實是很淡真遲 剛才說過很久 即是說它不是一下子想撞下去的那種 如果是的 踩穿下去 應該假動作要做 如果你就算是假動作也好 好了 那今個星期就關鍵 是否會做這個假動作 留意著 我覺得不排除 的確會踩一踩下去 但是 如果從整體整個大勢來看 就不是那麼差的 除非你 即是美股現在又掉頭要跌了 但是美股 大家明白 它在說的是 新一輪似的經濟方案 是不是 這個時候會不會掉頭跌呢 有些震盪不出奇 但是你說它一下子對回來 除非特朗普不打算選 你知道 他打算選的話 他一定是要對著美股在高位 所以 11月之前 大家都在 現在預期它是出盡其貌 去托著美股 好了 A股方面 A股方面 大家都知道 阿爺其實 現在都是想市場表現得好些 但是就不想它那些 過份這些湧上去 現在下來爭持 你是否覺得它會跌穿3200 應該不會住 在高位那裏 就算爭持 不升穿的話 都是爭持 何況它還有機會上穿 這樣的情況下 廣估所以 去到這個位置 差不多 現在關鍵都是看著什麼 就是騰訊 騰訊被人側折 大家都知道 最主要的是 美國 就要封殺微信 封殺微信 在美國業務 不是很多 其實上星期五 大家都知道 一堆堆下來 就是500元編 499.4 已經去反映了那個微信 可能會被封殺 應該都會的 今天再堆下去 就沒有跌穿那個499.4 上星期講到 其實追加沽策略 就是在520元以下 500元編 最好 如果你是短期 如果是反彈的 就那些要買 跌穿499.4 收在期下 記住收市位 期下 就要離開 如果收市位跌穿481 就中線都要離開 今天都沒有 沒有跌穿 正常的爭持 微信 其實在美國不玩 那就是美國人不玩 其實美國的華人 美國的華人 譬如 我用iPhone 那樣說 App Store 其實他可以選擇地區 選擇中國 他就可以下載到 就是他下架 你沒有理由可以 把所有的 所以我覺得 沒有什麼影響 好了 就算真的美國 把所有的都好 全世界這麼大 只是美國 美國收入佔很少 現在說到 最怕 不單止是這樣 那些遊戲都被打散 那就慘了 那就影響那些遊戲 全球發展 全球的 講明全球 不是只有美國 其他地方 打散不打散那些遊戲 遊戲都打散 那就是 講不講得通 歐洲 東南亞 亞洲 很多地方 遊戲那些 繼續都可以發展 暫時來看 其實沒有想像 其實是這麼嚴重的 但是 這個心理影響 是存在的 其實說真的 騰訊感跌法 最主要原因 都是一些大戶 借勢要出的 有人知道 為什麼 因為恆子成名股 快要換馬了 快要換馬 會引入一些 新的科技股進去 現在傳得很厲害 比如說就是這個 美團點評會進去 所以沒有影響 繼續不斷升 連續幾天 每天都微升 創新高 可能是美團 阿里巴巴那些 會有貧子成名股 一進去的時候 騰訊就會被攤薄 騰訊攤薄 就要減持 你知騰訊 就算一天成交 二三百億也好 也有排估 所以這裏一直在 借這個勢震盪出來 所以 本身我自己覺得 影響很有限 很有限 現在市場股 騰訊就快要公佈業績 股市場股 業績都不錯 8月10日 8月12日 星期三 就公佈業績 收市之後 通常都是 每次都是星期三 晚上有分析員會議 現在市場股 第二季收入 是升27% 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盈利升24% 如果升二十幾個巴仙 其實基本上還是向好 你說P.E.很高 全世界科網股 現在哪裏P.E.會低 你看美國那裏 不要說這些 因為錢這麼多的時候 因為利息太低 所以以前的P.E.應該是 如果你賺二十幾個巴仙 應該二十幾倍P.E. 這樣才合理 是明白 因為當時利率高 正常利率 不要說高 正常利率的時候 他應該這樣算 如果你的利率真的高的時候 老實說 押到那些P.E.就算有盈利增長 押到你什麼 押到你好 只剩下十倍八倍 都未定 但是現在的利息這麼低 差不多零息的時候 所以所有那些都高 其實有這麼多的增長 就不用這麼害怕 我覺得是因為換馬因素較大 受到影響 好了 大家看 一路都是看著這兩個位 499.4 四百一 大家看位行事 不多說了 反而今天行指成運股裡面 那些豪賭股就衝了上去 銀魚做代表 挺漂亮的 頭肩底來的 升穿頸線的 成交也不錯 可以留意一下這隻股份 如果你說這隻大 沒什麼興趣 有些人喜歡玩小股 就宗教 因為教育股你排得好 這隻就成小股份 再衝上去6% 破完一次又一次 這些股份 有時這些股份 破完一次 你見到它又倒下來 跌穿前浪頂 不一定是死的 它不跌穿前浪底就可以了 其實現在都是一路反覆上升格局 衝上去 高啊 我不肯 那你就看看低 有沒有機會買 回到前頂這個位置 所以它有時回回來這些不一定是差的 一跌的時候 不要一定一定是死的 大跌一棍下來 你看看 第二天十字升 接著就衝上去 所以為什麼有時一跌下來 十字升成交收縮 反而是好事 好 整體而言 其實恆子也好 騰訊偶 沽額 今天就少一些 看看恆子來看 就是兩萬四區 是不是一個 守得到這條上升軌 或者可能都是假跌穿少少 我覺得整體這個月 可能八月就是 偏遠的 開頭 就大概 如果你說低位計 就兩萬三千五 高位就兩萬五千五 左右 是不是可以先低後高 那 關鍵都是騰訊 騰訊 看短線可不可以守到 大概五百元的位 即是中線481 即是480元 時間關係 今天分析到這裡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